龟山区寿山高中的拔河队 一直是学校的热门队伍 在这个月初获邀参加韩国第二届国际室内拔河赛当中 打败了各个强队获得比赛的冠军 队员们表示希望明年能够在世界杯中 再接再厉争取前三名 寿山 加油 寿山高中拔河队光荣回国 要和大家分享他们得奖的喜悦 队长吴汉洋把战机归功于平日扎实的训练 平常练习就比较早 对 你们平常都受哪些训练有哪些项目 就是体能训练还有重量训练跟技术 绳子上的在做战术的那些 凡河队员大多是高三升 在面临升学的压力之下 还是坚持每周三次的体能重量技术训练 教练柯孟俊说 为了增加他们的临场反应 除了用拔河机练习之外 也会经常和别校拔河队对练 我们没有团体的拔河机 所以我们大部分时间要练技术 其实要对拉 那我们可能就会跟大专生 请大专生跟我们一起对练 那我们高中生的力量上 没有那么饱满 然后第二个是我们的体重比较轻 所以我们必须要先防守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练习会在战术上面 会先练防守 那我的体力是平常就是准备足够的 那在最后的时候以体力上稍微取胜 然后做反攻 这次寿山高中拔河队受邀前往韩国比赛 几败的来自韩国各校强队 以八战胜胜的战绩 夺得邀请赛冠军 反攻击吧 对吧 就在边拉我们的时候 可能他就拉个三米吧 之后我们再做反攻击 队伍成员大部分都是从国中就开始拔河生涯 经验丰富 教练以及队员也期许在明年的世界杯 能够继续创造佳击 台湾前新闻一号宣传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